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密宗看剧 今天我们说一部韩国电影《鬼魅》 由松之教主演 电影的男主人公叫瑞珍 她的妻子秀静半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从这之后 瑞珍就时不时会梦到妻子出世时的画面 瑞珍因此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她试图用催眠的方式 让记忆重回车祸现场 找到招式司机 在她的梦夜里 她和妻子坐在车里 妻子转头想跟自己说些什么 她却没有听妻子的话 自顾自地走下车 妻子追了上来 这时一辆车开过 撞到妻子 瑞珍想要努力看清楚 招式车辆里坐着的人 却一直无法看清 而且每次催眠进到这时 眼前场景就会突然转变 瞬间她来到一个游乐园 旋转木马前 站着一个红裙子小女孩 背对着瑞珍 就在小女孩转过来的瞬间 瑞珍惊醒 游乐园的画面 时常会出现在瑞珍潜意识里 红衣女孩是她的妹妹 于1996年在游乐园走势 但这和妻子的死无关 几天后 瑞珍接到儿童福利院打来的电话 得知失踪的妹妹 在前不久被找到了 瑞珍马上前去约定地点 和妹妹见面 妹妹友真6岁时走失 已经完全没有了小时候的记忆 她自称养父母于前不久刚刚去世 瑞珍提出了做金子鉴定 瑞珍再一次陷入梦业 梦到小时候的妹妹 站在自己床边 惊醒之后才发现 是女儿依娜 依娜让她去看看奶奶 瑞珍下楼 DNA检测报告不知何时 母亲先看到 报告结果显示 友真和瑞珍确实是情雄美 失踪多年的女儿 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母亲感动的落下眼泪 瑞珍本职工作是一名护士 家人相认之后 她就从医院辞职 搬回来一起住 很快融入了家庭 她将全家都照料得很好 陪父亲说话 给半身瘫痪的母亲揉腿 接伊娜回家 给全家人做饭 但瑞珍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 瑞珍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也觉得瑞珍多虑了 让她暂停催眠治疗 又开了一些药让她服用 友真给母亲请来一位副剑师 在她的帮助下 母亲能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的走几步 母亲感开道 上帝带走了一个家人 但又送回来一个 晚上瑞珍又从噩梦中惊醒 她下楼喝水 回房间的时候 看到友真正在上楼 背上有一个奇怪花纹的纹身 瑞珍始终觉得不安心 于是悄悄拜托家里的保姆阿姨 帮忙多看着点 又一次 友真主动要送依娜去上芭蕾舞课 保姆阿姨便跟着一起去 在上课地点的楼下 一个神秘男子认出友真 大声喊着白疏颜 追了上去 友真慌不择路逃跑 在地下车库被神秘男拦下 画面一转 友真回到楼里 她强装认定 但保姆还是看见了友真脖子上的红痕 神秘男死在了地下车库 保姆和友真带着孩子去开车时 正好看到神秘男被送上救护车 地上有一颗扣子 和友真袖子上的是一样的 保姆非常惊慌 才回去路上想要偷偷打电话求助 这时 友真一个急刹车 手机掉落 瑞珍家里 保姆留下一封辞职信之后 便不见踪影 辞职理由是为了一个男人 和笔记卷实是他写的 友真表示 自己经验看见了保姆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 瑞珍仍然想不通 已经坐了五年的保姆 为什么没有任何预兆的就要离开 车祸现场不远处 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 拍拖了一些线索 这个突然出现的妹妹就这样和妻子的死产生了联系 瑞珍对友真的怀疑日益加深 于是他再一次接受了催眠 这一次一些陈述的记忆被唤醒 他看清了赵氏司机的脸 还看到了友真正在路对面撑着伞离开 保姆辞职之后 友真很快请了新的保姆 新来的保姆叫小美 和父亲也设是快要结婚的关系 友真解释到 这两位都是之前做志愿活动时认识的朋友 一系列的巧合让瑞珍更加怀疑 瑞珍打电话去福利院询问 对方竟然知道友真的名字 而友真这个名字 除了瑞珍家里人之外 应该没有人知道才对 瑞珍根据福利院网页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发现这个福利院根本不存在 之后他又在路上意外看到了友真医院里的护士 友真从医院辞职当天 瑞珍去监察时 在医院外面见过这位护士 可眼下护士却在路边做监职 瑞珍询问之下得知 护士和友真都不是医院的护工 护士只是收钱帮忙演了一场戏而已 瑞珍当着父母的面质问友真到底是谁 友真被当面戳穿 他马上跪下 声称自己没读过多少书 为了给家人留下好印象 才撒谎自己是护士 父母很快相信了他 瑞珍又指认他出现在妻子车祸现场 父母却以为这一切都是瑞珍寄生师常说的话 一切都变得古怪起来 父母和易娜常常表现得像行事走肉一般 而新来的保姆小美 经常毫无声息地出现 又经常和父母说一些悄悄话 家里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诡异 瑞珍哄易娜睡下 一回头从门缝里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 站了一会儿才离开 易娜躺在床上慢慢睡去 嘴里无意识地说着 夏妍来叫我了 瑞珍第二天从易娜上学时 特意问老师 有没有一个叫夏妍的小朋友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于是瑞珍通藏了友真的一根头发 再次送去做DNA检测 瑞珍又从警局得知 地下车库杀人案以及案件的一些细节 死者是隔壁楼设备室的工作人员 之前是一家IT公司的代表 不知为何一夜之间沦落到这地步 瑞珍想到那一天友真也在场 于是他自然而然开始怀疑友真 也对警察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警官找了友真问话 友真对所有问题都对答如流 警察也找不出破绽 唯一和现实不符的是 友真说父亲看到前邦姆斯之前 和一个男人呆在一起 而之前友真在家人面前 明明说是自己看到的 瑞珍试问他 没想到父亲站出来替友真作证 友真反过来说是 是瑞珍情绪不稳定 才会把一切看起来无关的事情 联想到一己 这下连警察都开始怀疑瑞珍 警察走后父亲颤抖着手 双目失神地坐在沙发上 家里所有人好像都被友真控了 但瑞珍搞不清友真真实的目的 半夜依娜又开始喊下言的名字 瑞珍惊醒 她好像在窗口看见了人 冲出房间查看 只发现这虚惊一场 此时小美又突然从房里出来 她叮嘱了瑞珍早点睡 小美转身离开时 瑞珍看见她背后有着和友真一样的纹身 瑞珍精神越来越恍惚 她找到地下车库受害者工作的设备间 在她的物品中 找到了一张寻找失踪儿童的传单 被害者正在找到那个孩子 名字叫朴夏淹 这时瑞珍接到房产中介电话 得知自家空置那套房子 也就是她和妻女一家三口生活过那套房子 此时灯亮着 一股不安涌上心头 瑞珍连忙赶过去 家里灯开着 浴缸里躺着一个人 就在此时瑞珍晕了过去 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人五花踏绑在椅子上 一个陌生男人在她面前 这个男人正是撞死妻子的肇事司机 她承认一直以来都在给瑞珍家人用置换剂 所以不管说什么 对方就会相信 当瑞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事 对方回答 因为得有一个特别的孩子 原来司机和友真来自同一个邪教组织 善真教 他们会不顾一剑带走被他们选中的孩子 作为组织的神供奉起来 车阔被害者的孩子下眼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失踪 而伊娜已经被选中成为组织的神 瑞珍坚决不同意 和赵氏司机打了起来 前提之下 瑞珍打电话向警察救助 警察却警告她 不要再做这些奇怪的事情 不然会被当成嫌疑犯 无奈之下 瑞珍只好自己开车回去 到家的时候警察也在 友真找出前几天 她一时混乱时掐着自己脖子 推倒伊娜的监控视频 报了警 瑞珍根本没料到家里被抓到监控 看来这也是友真计划中的一环 这时心理医生突然出现 她说瑞珍抑郁症严重 甚至开始有暴力倾向 所以才叮嘱瑞珍的家人撞监控 最后瑞珍以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罪被逮捕 她被带走之后 心理医生向友真以古怪的姿势行礼 原来友真保姆 父健师心理医生 所有人都是一伙的 瑞珍被关进警车 友真所有的计划都顺利完成了 她来到瑞珍身边 告诉她所有真相 原来瑞珍的妻子秀庆 和友真很早之前便一认识 伊娜出生之后 瑞珍只顾着赚钱忽视了家庭 秀庆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很不幸福 在最低谷的时候 友真接近她 向她带入了组织 不久之后 伊娜便被组织选中了 秀庆不同意 噩梦就是从这时开始 秀庆车祸当天 她开着车 瑞珍坐在副驾坐 一直谈工作 秀庆试图开口和她谈一谈 但是瑞珍忙着工作 没有理会她 下车便走了 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秀庆跟着下车 想把一切都告诉瑞珍 就在这时 迎面开来一辆车 她在车祸中丧生 瑞珍听到这一切快要崩溃 隔着车窗 她看见伊娜被带走 伊娜即将被带往圣殿进行仪式 真相已经大白 但是没有人相信瑞珍的话 所有人都被友娜 和她背后的组织 欺骗了团团转 但瑞珍不能看着女儿被带走 所以在被带回警局的路上 她不顾一切逃了出来 瑞珍随手的拦下一辆车 没想到这辆车也是组织派来的 瑞珍抢过方向盘 在争指间一个急撒车 瑞珍晕倒在车里 梦境再次出现 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瑞珍 向妻子真诚道歉 妻子对她说 你要守护好伊娜 好像是明明之中的指引一般 妻子说完这句话 瑞珍醒了过来 还开车赶往圣殿救孩子 瑞珍在一片小树林里 找到友珍和伊娜 两个人为了抢伊娜打了起来 友珍甚至掏出了一把刀 过程中 友珍坦白自己的经历 她也是被选中的孩子 从有七亿以来 就在圣殿前接受侍奉 她的人生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当时在游乐园里的瑞珍 没有松开自己的手 现在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她还告诉瑞珍 那时游乐园里飘走的气球 是蓝色的 以此来证明 自己就是瑞珍的妹妹 瑞珍头痛欲裂 友珍找到机会捡起刀子 一回头 就看见伊娜已经站在悬崖边 瑞珍冲过去救下伊娜 友珍想趁机把她推下去 没想到自己失足摔了下去 瑞珍拉住她的手 友珍还试图用兄妹感情来感化她 瑞珍想起来 当时飘走的那个气球 是黄色的 而不是蓝色的 她告诉友珍 你绝对不是我的妹妹 然后友珍一点一点滑落 最终摔下悬崖 影片的最后 善珍就要被查封 瑞珍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但母亲仍对失去的女儿念念不忘 她说 真正的友珍 会在某个地方过得很好吧 这时 瑞珍收到第二份DNA检测报告 她没有看 直接将整个信封 放进了碎纸机 事情的真相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观众密冲看剧 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剧情信息 拜拜